台湾高龄老人开始接种AZ疫苗后猝死案例频现 新竹县今天通报又有一名95岁老人在接种AZ疫苗后不幸身亡 家属表示老人平时身体还算硬朗 接种疫苗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一度失去意识 送医时还出现了疑似血栓的情形 急救无效最终不幸离世 据了解 新竹这名95岁的老人在16号接种AZ疫苗后出现胃寒发烧的症状 隔天发现意识模糊 救护人员抵达后 老人还出现心跳偏快 血氧过低 血糖偏高的症状 并在就医期间出现疑似血栓的情形 20号老人宣告不治身亡 那打完疫苗到18号的时候 有不舒服的时候情况去就医 那是在昨天20号往生 那当然这个跟疫苗是不是有一些相关性 还是有待来厘清 原本为长者施打疫苗是想增添一层保护网 没想到却疑似加速长者的死亡 让死者家人无法接受 在屏东 一名93岁的庄性老人在16号接种完疫苗后 17号发烧到38度 20号被家人发现坐在椅子上 没了生命迹象 而在台中这位黄先生的母亲 16号接种完疫苗 18号到医院洗肾 在发现有血栓后动手术 没想到在过程中陷入昏迷 隔天凌晨通知病危 以为打疫苗是保命 现在却连命都快没了 截至20号晚 台湾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病例 已累计76例 在桃园20号当天 接种疫苗后的相关死亡病例 就暴增5例 数字持续增加 但目前民进党当局仍未出面说明 这些死亡案例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